中共中央党校今天上午举行2015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球班开学典礼 中共中央政治学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出席并讲话 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提出要求 刘云山指出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体中应有之一 要坚持重在建设力破病举 弘扬新风正气 抵挡歪风邪气 努力实现干部清政 政府清廉 政治清明 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凝聚强大正能量 刘云山指出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首先应从党内政治生活延起 彰显党内政治生活的本质 发挥好锻炼党性的熔炉作用 要用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 推动组织生活制度化 经常化 规范化 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 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 为净化政治生态 营造好的气候环境 严格的纪律性是铸就良好党风的重要保证 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推动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章和党纪党规 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 做尊规守纪的模范 刘云山指出 选人用人导向是从政环境的风向标 要把坚持正确用人导向作为治本之策 严格标准 从严把关 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 不让买官卖官者得逞 不让脚踏实地的好干部吃亏 彰显选人用人的好风气 要重视对干部经常性体检 推动领导干部既干事又干净 要欺而不舍抓作风反腐败 扎实开展三言三十专题教育 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防止纠正了的歪风出现变种 为形成良好政治生态提供新的动力 刘云山强调 各级领导干部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关键少数 要以身作则 当好表率 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 坚守共产党人政治理想 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敢于担当 积极作为 以模范行为引领党风正风 建设良好政治生态 人人是环境 各个是生态 每个党员干部都应在思想上 作风上 精神上强起来 认真履行党员责任和义务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为实现政治生态 山清水秀 贡献力量 赵乐际 赵红柱出席开学典礼